下一次我再請你 好 來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不是介紹228 你們看 就這一個秋風甲的銅像 哪一個人願意去拍 你就自己小跑步過去 那這邊旁邊有一棵什麼樹 有一棵流樹 你知道嗎 不是 那一棵 沒有葉子 沒有葉子那一棵 流樹 請你注意一下 台北的流樹樹最漂亮的是哪一棵 有人說是這一棵 但也有人說是台大的 台大數量多 那這邊只有這一棵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 台北你知道 不一定要上陽明山 不一定要去武林 在台北市滿地都有好看的 下個月 四月 在台灣大學你知道嗎 那 新生南路對面有一個溫州公園 就有一棵宜木 整棵樹 那個螢幕開得花黃色的 黃沉沉 非常好看 那本來是台電的倉庫 你知道嗎 未來那棵樹 把台電倉庫 你知道嗎 沒有改建 拆掉 然後那邊就是 為了 台北市 有很多 現在台北的環保觀念 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要看 這個 可能等不到四月 它就會開花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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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